好,那欢迎各位观众回来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岸金融交流 那么最近呢,逐步呢 不断地开放了一些新的银行的 这个被核准到大陆成立分行 可以做一些人民币等的相关业务 相同的,我们也开放他们来 这边成立办事处 当然,只是办事处 那么他们的对岸的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目前还不能做任何业务 不过送out late,就是迟早呢 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呢,在这直接金融方面 他们开放了我们的投信 群益和富邦,可以将来 让台湾的人可以直接购买A股 甚至拿ETF,A股的ETF包装之后 你就可以买这个大盘了 好,那么我们的元件的将来 不远的将来,我相信大家 可以看到更多两岸金融的交流 可是我想回归基本面 虽然刚刚谈到说 两岸金融交流有些弊端 可能会有一些政治风险 一些这个增性问题等等的 不过我还是想回归基本面 就是其实银行家要想什么呢 来去不就是希望能够赚点钱 或者有一些他的获利商机吗 到底他又这样子的银行家 这样子,我们说naive 也不要说天真,天真想法 是不是能够达到呢 那我是不是想请教一下 陈教授,你刚才说 你在大陆来去很多世界 接触过非常多银行 你怎么去看这些银行 那么积极啊,这样子的互动 你怎么去看他们的心态 我是从台湾的银行在大陆的商机 重视说大陆准许台湾所有全面开放 所以台湾银行可以在大陆从事任何的业务 那台湾在大陆的银行有没有租过的商机 能不能拿到这些商机 这是我老实讲 有没有商机,我要老实讲不多 你认为不多 沿海各地的话当然都是已经满足 都是被中国的大银行 都是说那股份制银行完全是掌握错 等于本事垄断掉 所以对台湾的银行来讲 可能是二线都市 甚至二线都市更偏远的三线都市 可是台湾银行去的都是大都市 基本上都是比较重要都市 不是这样吗 四华最早就在上海 对,但是这样就牵扯了 就是说实质的台湾的银行的竞争性 有没有 但是就是说在实质面的话 大陆的银行 银行都是很多是国营银行最大的 那当然就是说股份制银行也相当大 其他都小的 但是这些银行基本上都跟它的相关的 那个一的存款者或是贷款者 已经都是连成一气 已经是挂过 台湾银行能不能实质上打进去 能够掌握到那个企业的商机 消费的商机都是问题 如果说你只是要服务台商的话 那台商我要大概几百万 几百万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而且它大陆又跟你限制说 你只能在这边设一个分行 或是那边设一个分行 你根本不可能照顾所有的台商 所以商机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说它证实说能够完全开放 你可能到二线三线多世纪 但是二线三线二有它的农业银行系统 又有合作社系统 你能够一个外来银行 能够跟当地的农业合作社 跟农业银行去做竞争吗 而且就是说以存口来讲的话 大陆的农民的存款者 愿意不愿意 有没有这么一个信心 把他们的钱存到你的银行去 所以说从制度面 所以你看看起来获利商机非常的微小 不过据我所知 刚开始他们想设立半数 刚最开始说张盈在昆山 四华银行在浦东那时候 在设置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看到的就是 那几个地方的台商之拥挤 人潮之多 那么台商的企业 这个资金流通之大 其实他们最早 据我所指示 他们还是就像您刚刚讲 想要做的 就是抓到了台商的 所谓的人民币的业务 这样做就可以了 说实在 那个就足够让这些 得到他们该有的获利商机 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资金奶水是有限的 他们看到的是 广大的大陆资金奶水 先做台商就已经够大 将来再慢慢布局 如果说大陆的金融够开放的话 台商也如果说 也可以从中国的银行体系 或是说证券界 能够抽取到资金 而且如果说成本方面的话 可以跟台商竞争的话 那这样可能是一个 完全竞争的体系 台商也就自己 西瓜瓜大便 就跑到好的地方去 到中国的银行去投资 去做存贷 有可能 这是很有可能 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风险之一 就是我们台商这个大饼 很快搞不好 一交流以后 我们自己该要有的 要抢到的没抢到 自己有的还被人家抢走 是不是这样 都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最开始我就是说 非常赞同张教授的一件 就是说 台湾的金融机构 不能够只是放眼大陆的市场 一定要是有国际性的眼光 一定要扩充到 哪个国际的市场 有利可图 讲得不客气的 你必须要去开发这个市场 但问题是台湾银行 还是眼光 还是非常局限的 只是看到 目前只是看到大陆市场 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 银行业登陆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一个 一个宣誓性效果 事实上台湾银行 台湾的金融界 没有登陆这一块的话 相对全球来讲 我们好像有很多 因为全球 住民大陆都在 早就在大陆已经布局了 参股了 早就已经参股了 就是一线银行 那当然没有错 我们金融界 现在目前设点数又少 台商不见得会跟我们银行业界 因为台商他很清楚 我要打大陆内需市场 我恐怕也要大陆银行来 然后比我们的银行来的有帮助 因为台商他是要 他的营业范围是 针对大陆内需市场 或是有些 是某些国际企业 国企 那说 这些相对 我想银行的跟企业之间关系 很清楚 他当然 他领口去巴结 这些大陆的银行 他不见得会跟我们的银行来见 另外就是说 没有错 在大际内 我认为银行业在大陆的货率 是很微小 何况距离又少 台商互不又权重了大陆 但是我另外看的比较恐怕会有可能 就是说将来大陆的二线银行 三线银行 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收购 就是说我们将有没有去并购它们 以目前的股权的结构来讲的话 大陆目前能讲 还不准你握有百分之超过 就是大多数股权 所以你进去的话 你进来只是参股 但参股的结果 如果说你看美国的银行 早期到中国去参股 的确是他们比台湾银行 早期进入中美银行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部分的美国银行 在参股之后的话 现在都已经是把股权卖掉 已经都把资金子撤回去了 是获利了结 是没错 但是中间就产生很多问题 产生连企业文化的问题都是问题 所以在美国 我们曾经就是说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参与过一个案件 美国银行 参股大约是上海开发银行 买了差不多19%还是多少 因为那时候不止超过20% 现在还是新智 但是他也是 他就是说占有不少的股权 所以他有董事进去 有董事席位 董事席位照道理应该是有他们的监督权 甚至有就是说企业政策的 那个拟定的权利 但是到最后的话 美国银行完全没有 没办法去透过董事席次去发挥任何的影响力 所以就是说他们要去改变他们的政策 他们的改变什么样 美国的董事完全没有这么的权利 所以他必须要再找一个华人 问他们说有什么办法 他们能够就是说行使他们的权利 他们占有百分之十几的权利 但是还是失败 对OK 我这个其实很清楚 这个我之前也听说过了 就是今天其实战略同事席位 你都可能没有办法去影响 所以我想说一个金融家他去 我们在做金融操作的时候 其实有财务面的 他当然就希望能够赚钱 能够获利 那么还有一个当然这个 我们讲非财务面的 实际上他希望在整个经营的决策过程中 能够取得一个重要的影响地位 可是在中国大陆的确好像这个 有时候你做不到 参股的时候你钱放进去了 结果还是人家在主导你 你说你好像在台湾 你说你参股的多 你投资的多 你成了一个主要的土豆 你就可能拿到董事席次 在董事席次 你说话的力量 你也开始影响这家公司的经营决策 可是中国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能够施展 所以会退手 我觉得这是蛮有道理的 好 那么 那时候你是不是 因为刚刚陈小雄讲到 您也是提到说 因为他刚讲到 你是不是也认同 台湾的银行如果去的话 原来想要去 供他们的商机供不到 而自己本来可能有商机 都会loss掉 这个是一个现实状况的 一个落差的情况 是 我们这种台湾的情形 大家都用台湾的那个 这个印象 来考虑到大陆去设银行的 推展业务的事情 在台湾 因为我们地方小 是 对不对 所以交通又方便 所以你今天在 这个台北设个分行 你不只是台北第一 业务可以做 你台中业务可以做 你高雄业务都可以做 因为地方小 交通方便 各种联系都很方便 对 那么我们 这个在现况来讲 我们这个 不管国内银行 国外银行 我们业务是完全开放 是 完全没有业务上的限制 所以呢 这个银行可以自由 这个 发挥这个业务 那你看一个 华企银行 他在 还没有收购这个 华侠银行以前 对 他一个分行 这个一千多个员工 他这个 全台湾的业务 他 他爱做什么 他都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用台湾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你只要在 这个台北设个分行 你全台湾的业务都可以做 但是呢 大陆的情况就不一样 所以真的是不一样 我刚刚有提到两边讲 金融业有金融的企业 金融企业文化 所以两边企业文化不同 的确会造成 你好像想的 我刚讲的太naive 太天真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 的确不是我们台湾银行家 所 这个原来的预期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讨论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